你相信这个世界上有平行时空吗? 或者说你期待在平行时空里有另一个你自己吗? 或许你们有着一样的容貌,一样的家人和一样的朋友,甚至过着一样的人生 但是一旦打开了平行时空,你将面对的则是无数个自己,并且最终只能活下来一个 那么你还期待吗? 今天我们就来看看这个只能活一个的小故事吧 小美和珊珊是一对好闺蜜,两人相约到野外露营 天色见黑时,两人来到一处河边 珊珊大大咧咧地表示,就在这里吧 小美看着荒凉的四周,勉强答应了 之后小美负责搭帐篷,珊珊负责整理需要用到的工具 但小美笨手笨脚,搭了半天也没有弄好 正在她不耐烦地摆弄着帐篷时 珊珊突然递给她一把斧头,让她去砍点柴 虽然她有点不情愿,但还是硬着头皮走进了树林 她百无聊赖地寻找着地上的树枝 突然一个人影闪过 小美叫了几声闺蜜的名字,却不见答复 她朝着身影消失的地方走去 却赫然发现珊珊竟然倒在了地上 一把斧头静止插在了她的胸口 小美吓得转身就跑,她慌张地跑到了河边 却惊讶地发现珊珊竟好端端地在准备晚餐 见小美一无所获地跑回来 珊珊便往小美的方向走去 小美吓得连连后退,珊珊也愣了一下 她表示还是自己去砍柴吧 但小美还沉浸在刚刚的恐惧中 她拿着斧头再次来到了树林里 轻轻揉了揉眼睛,以为刚才只是自己的幻觉 但令她没想到的是 她竟然又看到了另一个自己躺在地上 这次她没有了之前的慌张 她冷静地在口袋中找到了一个计时器 计时器上显示着900 小美一头雾水地看着这个数字 突然她察觉到身后的人影 小美缓缓地扭过头 看到了闺蜜珊珊,只见她二话不说便来抢小美手中的斧头 小美紧紧地握着自己唯一的武器 好不容易挣脱了珊珊 小美立即朝河边跑去 可没想到前面又出现了另一个珊珊 紧接着又一个珊珊冲了上来 手拿斧头的珊珊轻松获胜 随后她告诉小美只能活一个 随后转身离开 深夜小美终于回到了营地 只见帐篷里灯火通明 旁边还点燃着火堆 她从地上捡到了一个计时器 计时器上显示着899 而闺蜜珊珊也早已不知去向 只剩小美独自孤军奋战 而这时身后传来了脚步声 她缓缓抬头 一场属于她的战斗也随之而来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看完这个故事不免让我想到了洛基 但不同的是 平行宇宙中的每颗洛基都是不一样的 不光性别形态不同 就连种类也不尽相同 但是作为国产剧 很少有触及到平行时空类型的题材 不知道屏幕前的小伙伴 是否对这类电影感兴趣呢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 喜欢的小伙伴 别忘了点赞留言 我是小果知 我们下期见